佛光山为了传播星云大师的智慧还有理念 在日前特别将星云大师全集增定版 赠送给花莲县四维高中 由佛光山寺的都监院院长会传法师亲自赠予 而四维高中董事长黄淑仪代为接受 场面相当庄严文型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弘扬佛法一生不错 推动文化教育和慈善等事业 影响世人深远 在日前佛光山为了肯定四维高中的办校理念 特别将112年2月发表的星云大师全集整定版30册 由佛光山寺都监院院长会传法师亲自送给四维高中 并由董事长黄淑仪代表接受场面庄严文心 星云大师的增定版是将他一生的悲怨志行 化作千千万万的文字薄落 指引着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全人类 能够再更争与美好 那我们这个四维高中得到这么一样的这样的至胜宝书 我们也会在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月推人员 也会借着这个星云大师的这个全集增定版 我们会在让孩子们读这个大师的这个善知识 吸收正能量 然后厚制这个学生的阅读素养 然后形塑学校的阅读风气 真的谢谢佛光山 谢谢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全集增定版30册 加上原本出版的365册 共395册涵盖精益 人间佛法润中等12大类 总共4千余万字 希望透过大师的智慧法宝 让各界更深入了解大师的智慧广播 而今年思维高中也在少此化的浪潮中 新生人数却不断攀升 逆势成长 董事长黄淑仪也坚信 这次父亲黄英吉过去一生跟随大师 并遵循大师理念以三号翻转视围 才能有如此成绩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